改成什麼 這個第七個問題是每個產品 類別的 銷售總額百分比 所以這邊我已經把它改成銷售的數量 那你如果把它直接改百分比好像是數量的百分比 所以記得再把它改回來 改回什麼改回家總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總計 然後呢不要哪一顆 所以把部門名稱拉到上面刪掉 先把它改成家總 所以把它改回家總 然後不要部門 最後要把它顯示成百分比 所以這個主要有三個產品 主機板 顯示卡 匯流牌 那他們的 銷售 總金額的百分比各佔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邊一樣 把家總 改成值的 欄位設定 並且把值的顯示方式改成什麼 改成總計百分比 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就出現了 當然一般習慣是 看要不要 我把它改成那個到 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到小數點的整數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這家公司 銷售金額最賺錢的應該還是主機板 85% 然後 顯示卡 13 匯流牌的話是2 所以其實 對於業績貢獻最大的 還是主機板這個產品 所以這個馬上可以看出 那個結果來 那第八個問題 第八個問題是什麼呢 第八個問題是說 每一個年度 的月份 銷售總額 OK 每一個年度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把年度跟月份 把它放進來 然後呢 再把 那個銷售金額 放在值的計算 OK所以你會發現喔 剛剛為什麼 在銷售主檔裡面 會多年份跟月份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喔 你要分析的是年份 那如果你沒有年份這個欄位 很抱歉你就沒辦法做 OK所以到底應該可以理解啦 反正你要什麼你先準備好就對了 有點像你要煮個菜喔 你沒有準備你要的那個 材料的話 你就沒辦法變出那個花樣 OK 這道理是一樣 要炒個蛋炒個飯嘛 至少要一個雞蛋嘛 如果沒有雞蛋的話怎麼辦 你要至少一個蔥吧 OK如果沒有那些你就變不出花樣 所以 到底是同樣的 那我們怎麼做呢 第一個 每個年度 每個月份的 那所以其實到底很簡單 一 我們先把 舊的資料分類拿掉 然後呢 把月份呢 放在列標籤 把年度呢 放在籃標籤 你會發現 馬上就顯示出來 不過 因為剛剛是百分比 所以我把它改回來 他要的是什麼呢 他的 那個 值的籃不要 不要百分比 把它改成無計算 按確定 好啊 他的資料就出來了 不過我的習慣是 千分為之外 沒有的資料 是補零 補零的話 我前面講過 選項裡面的選 或按右鍵 右鍵裡面有個什麼 選項 OK你就把那個 選項部分呢 輸入個零就可以了 這樣感覺會 比較完整 一點點 看起來會比較舒服 OK 再來的話呢 不要每個月 這個地方的話 第八個問題是 每個月 可是我不要每個月 我希望是每個季 季怎麼辦 三個月一季 可是問題這邊沒有季 很簡單 你可以在 列標籤1到12月按右鍵 各位幫我們注意到一個功能叫群組 群組的話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讓你在 比如說每三個月 你就這邊的話 群組按點擊 他會出現說你的開始是1 結束是12 那你有沒有一個兼聚值 我每三個月 所以輸入 3 他就幫你把123 當成是一個 456就一個 所以如果你沒有季的話 可以用群組來代替 可以按確定 或者是說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增加一個欄位 那個欄位要季 對不對 可以 只是說看哪個方法 簡單你用哪個方法 OK 季就出來了 然後 然後 再來的話 列出什麼呢 每個部門 已經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 第九個問題 然後第十個問題 就是列出每個部門 每個業務員的 每個客戶交易金額 所以這邊的話 變成說我們有三個層次 那就分別怎麼樣 把那個 每個部門的 相關交易 把它 再放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先把 年度移除 這個移除 如果說我今天 他要 每個部門 所以先把部門 先拉過來 然後 再來的話 就部門名稱 的每一個 業務員 所以再把 業務 業務名 這個 員 再來就是 員工姓名 然後 再來的話 就客戶姓名 客戶名稱 OK把他拖拉過來 那你會發現他自動就幫你把他算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做個排序 最後其實能夠 由高到低 幫我排序一下 所以每個客戶 每個業務人員 他 針對每個客戶的一個 業績排列 你就可以 顯示出來 OK 那 這個是問題 第十 那最後的話呢 他要列出什麼呢 這個排行榜 Top Sale 誰的業績最高 然後如果只列出什麼 比如說只列出那個 前十名好了 那前十名怎麼列出 所以第一個 把部門拉掉 把客戶拉掉 留下員工 最後一樣 做Z到A的排序 排完序之後 完成了 但是如果你要前十名的話怎麼辦 前十名 其實這邊應該是用篩選 你可以篩選 前十項 OK 他就幫你怎麼樣 有沒有 最前的十項 然後幫你 做 顯示就好 前十名 Top Sale 就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會用馬上就有答案了 你就不用太 有沒有 很好用的 前二十項也可以啦 前三 前五項也可以啦 不然的話以前你怎麼做 慢慢 看一下 是不是數到第十個 所以 有些時候啦 樞紐分析表裡面有功能 你就會要用 而且這些都是活學活用 OK 不是死的工具 那你可以馬上把你要的東西給分析出來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只要你Data夠大 你Data越大越好 就怕你沒有Data 不過Data的錢 還要真的就是資料正規的話 所以今天 主要前面都在做 如何位給樞紐分析表正確的資料 有很多原理原則啦 那也是那些方法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有些細節 假如說你可能還不是很清楚啦 今天 那個影片都有錄下來 你回去的話 細節慢慢再看過 如果對於這個課程 還有學習興趣的話 其實延伸性還蠻大 光函數你們恐怕就要花蠻多時間的 另外的話 其他程式啦 我是覺得如果有興趣 當然把它學一學的話 工作會更有成就感的 而且多一項專業技能 那因為 剩下時間請各位也是把那個 1到 就是後面7 7到12 等那個樞紐分析也做一下 然後後面其實可以做樞紐分析圖啦 不過今天時間 可能要做應該沒有太多時間 那 喔 像過 喜悅 我們也會做一下